大家好,我是Dan 今天,GD被警方立案的理由 因为实在太傻眼而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11月11号,一家媒体独家报道了GD被警方立案的理由 之前,警方发表过 警方在调查因涉嫌演员Esonian毒品事件被逮捕的声色场所女事长的时候 获得了有关GD吸毒的相关陈述 当时女事长对警方表示 去年12月初,GD使用店内的洗手间后 在该洗手间发现了可疑的包装纸 并表示,随后GD的行为也变得很异常 没有看到GDC,也没有提供给GD任何东西 只是发现了自己觉得很可疑的包装纸 就是因为女事长的这段话 警方为了确认GD是否吸毒,对他刑事立案了 然后昨天有报道说 GD全身除毛,被质疑摧毁证据 部分网友们也因为这个消息就说 没有心虚为什么要除毛 但这完全不是事实 警方有回应媒体 已经将GD的毛发指甲,隐秘不危的体毛都采取后 委托国家科学调查研究院精密坚定了 并表示,除毛不能当作是摧毁证据 GD律师也声明 在立案报道后,完全没有做过除毛 而最初报道GD除毛的媒体 已经做了更正报道 再说这个除毛 粉丝们应该早就已经知道 GD从10年前出演节目开始 就已经说过有除毛的习惯了 记者们是不是对她很生气 选的照片也都是一些糟糕的 真是无能之悲们 从常识上来说 已经拿走了头发和指甲样本 只因为没有腿毛 就认为无法检测出毒品成分 这样的想法是否应该怀疑她的智商 现在的爱豆们进行除毛管理是最基本的 竟然还有人挑剔这个 听了9家女的证词后 警方进行调查 结果发现没有GD出入该店的揭露 对9家女的手机进行了坚定分析 也没有找到与GD相关的证据 因此搜查令也被驳回 警方也明确表示 GD与这家店是无关的案件 大神大叔们 这件事就有这么难理解吗 可是就算是垃圾记者 这也是与毒品有关的事情 不进行实时核查 就这样胡乱写文章 本来吸人度就是零 现在更是完全没有了 最近不管是哪个国家 不是就算了 的记者真的太多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ESPA新曲Drama 韩网真实反应 最近的趋势是一听的歌曲 但很喜欢ESPA独有的风格 每一个节拍都很完美 我喜欢 和Girls相似的概念 但去掉了与佣景的老套感 真的很神奇 很像是雄伟的游戏开场曲一样 STM为什么每次都做这种很难理解的歌曲呢 应该能做更好啊 STM只要用一首有大众性的歌曲爆红 之后就几乎是 我走我自己的路的感觉 有点遗憾 因为是大型也有资本 所以可以不用担心 因缘榜而走自己的路吧 超期待的去听 歌曲太难让我慌张 就不能再等一下 用更好的歌曲回归 但不停的响起 Drama妈妈妈 所以又听了一次 觉得还不错 所以又听了一次 设定了一小时重复播放 它的洗脑性真的太强了 MV一看就知道是高品质 做得很好 但歌曲个人感觉还好 四个人的外观都很漂亮 感觉这是一首 在想要毁灭一切时 听的话会很好的歌 有那种杀气感 而且最后云头部分简直疯狂 刚刚看了音乐节目 这部分真的让我震撼 Karina云头本来就很漂亮 但是这次在音乐节目 宁宁和GJ 真的是历代极得漂亮 所以 Espasin 3 Drama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Espasin 3 Drama J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